大家好,我是游泳池 今天去菜市场发现这个蘑菇鱼特别的新鲜 所以我买了三只花了18块钱 我们这边一斤是10块钱 所以今天分享两道家常菜 菜市场老板已经帮我处理了内脏 还有尾巴 这个尾巴本来它是有很多刺的 先把蘑菇鱼两边的裙边切下来 这种蘑菇鱼全身上下都是软刺 所以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些刺一定要给它利用起来 打算给它做成一个胶盐的 把油肚转成小段 把裙边也给它改成小块 朋友们我还买了两只比较小只的红山鱼 等一下跟它一起下去红烧 可以增加不同的鲜味 其他的鱼类也是可以的 直接切刀给它切片半 把鱼骨用厨房纸稍微吸干水分 给它更好入味 加入姜片 一小勺盐 适量的白胡椒粉 一勺生抽 打入一个鸡蛋 现在用手抓拌均匀 这个蘑菇鱼的吃是软的 所以你再怎么抓都不会伤到手 加适量的脆炸粉 这种超市都能买得到 好了腌制五分钟 几个大蒜开碎 切成蒜末 一小块生姜切末 几个葱白切小粒 切一些青龙椒粒 锅中倒食用油 油温烧至六七成热 下入筷子能这样迅速的冒泡 就可以下入鱼骨了 每一面炸任何鱼类 一定要用高油温下去炸 这样它表面才会快速的定型 里面的水分也不会流失 大概定型过后我们就可以稍微推一下 先用中火给它炸至 慢慢的给它炸 不然的话等一下它里面没熟 这是炸了五分钟的状态 像这样子表面金黄色 就可以先捞起来 然后把油温升高 再铺炸一点 等一下表皮才会脆 油温八成热的时候 到七十八十秒钟 好了 倒起来 锅牛少许底油 下入葱姜蒜 红椒粒炒上 炒入一切料酒 炒一块 撒上椒盐 一道非常入味又下饭的椒盐魔鬼鱼 就做好了 朋友们现在我们做第二道菜 红烧魔鬼鱼 准备几颗蒜苗 蒜白斜刀切断 蒜粒直刀切小段 半个红椒切小块 生姜切片 一小把洗净的萝卜干切粒 现在我们调一个酱汁 两小勺白糖 适量的白胡椒粉 三勺酱油 一勺蚝油 半勺老抽上色 加入适量清水搅拌均匀 我们胡椒的这个酱油汁就调好了 这个酱油汁是不需要加盐的 全州人特别喜欢用这个来磕鱼 壶中倒少许食用油 下入香蒜 油汁干炒虾 加一勺这种超市买的豆豉 这个全州人特别悬架 然后倒入鱼蒜 油上酱汁 然后盖上盖子中小火焖个六分钟左右 轻轻的推动一下 加入蒜苗红椒块 加入一勺自己做的葱油 再盖上盖子焖个30秒就可以了 一道具有闽南风味的红烧蘑菇鱼 就做好了 小鱼 妈妈帮你们锅鱼 怎么了 手怎么了 仔绢 仔绢 来,老板 好,小心 有一点点 你要吃几次 好的 아닙 Mor Sam 我吃了 吃了 咦 咦 可是滿好味的 淡淡有吃嗎 沒有 南門咧 南門 嗯 咦 咦 那麼愛吃香菇 香菇 香菇 香菇哪裡有菇 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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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沒菇 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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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